才重新裝潢沒多久的高雄三多隱城 金船將停業傳出預定 營業到這個月31日 就他高雄還算一間蠻便宜的隱城 然後歷史也蠻久的 現在要關了會有點覺得很可惜 對今天特別過來看 應該會趁這個月趕快多看幾張 不少高雄人得知消息 都學得十分不捨 趕快把握時間來看 因為三多隱城在1975年成立 至今已經有44年的歷史 它更是高雄最早的首輪信任 對很多當地人來說 都是很重要的回憶 家住在附近 少了就覺得很可惜 外地來的可能他們也會覺得說 要去那種比較知名的電影院看 對可能就不會來這裡 對因為這可能是 我們比較在地的人才會來的 高雄知名老牌隱城傳出停業消息 很多當地人不捨又震驚 兩年前三多隱城的前老闆 在大陸旅遊時遭逢意外不幸過世 現在戲院又將洗燈 也讓外界憂心隱城的經營狀況 以及員工們的權益 根據平面媒體報導 資方預計二日會出面 進一步說明停業原因 與後續處理方式 以及消費者原本已經買好了電影票 也能到原購處退票 權益不會受到影響 記得高雄綜合報導